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8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明報》五點半新聞 要時間考慮將案件押後到明年1月6日再審 趙莉今天親自出庭 今天主要是辯方律師陳馳 她反駁檢控官先前的說話 認為她太片面主觀 例如是趙莉在擊倒阮江之後的動作和行為 未必是發生過的事實 可能只是檢控官的主觀益測 後來檢控官也作出簡短的回應 堅持被告是故意殺人 法官說兩邊的說法都有道理並且有用 所以需要一些時間考慮才會有判決結果 嘉維國際在加拿大溫哥華本土移民公司 所有申請會由聯邦駐策詞牌顧問RCIC代理 直至12月BC省國移民通道明雅機構十分充裕 快點WhatsApp留言給我們 1778-636-6968 加拿大手套用於高精度頭頸手術的3D內規鏡設備 落戶在卑斯省兒童醫院 這套高精度儀器將廣泛應用於耳鼻喉等組織部位 為外科手術提供前所未見的3D視像效果 比醫生更真實地看到手術部位 擺脫意為視覺無法實現的操作局限 又助於提高手術的清晰度和安全性 比視兒童醫院的耳鼻喉科頭頸外科主任 Neal Chadner 今天在手術室 將2D設備和3D設備作模擬手術進行對比 現場看到同樣接受手術的組織部位 3D視覺能夠比醫生更清楚和更真實地掌握 被操作部位的距離大小 更清晰地看到周圍的結構和組織 相比之下 2D的操作可視性較低 醫生操作難度更大 被視省工作旅遊科技廳長賴慈純 Bruce Roxton 今天接受本部年中專訪時指出 省府今年3月推出的10萬元投資額的小鎮移民計劃 已有49個申請人表達意願 目前已有超過20個申請人遞交了表格 省府對這個計劃的初步成果表示滿意 小鎮移民計劃 專門為人口不到7萬5千人的小鎮吸納移民 針對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的事件 是否會減低了中國公民移民到本省的興趣 賴慈純只是說 BCP&P企業移民在2018年有75%是來自中國 今年的數字仍然未知道 所以他不願意揣測 195%的職員成功獲得獲得獻民 我們是在2018年 並沒有2019數字仍然未必 但我們未有2019數字仍然未必 我們能看到什麼事 我不可能想計劃 可知甚麼事 真是西風日下 多人多市又有郵包涉案 喳呀 郵包涉案 已經見怪不怪 有什麼奇怪 大旗就旗在似乎是媽媽帶著兒子犯案 事發在Upper Beach的地區 前日下午4點半 速遞公司將一個Amazon的郵包放在一間屋門廊前 有個女人和一個十幾歲的男生走過 見到一個郵包就這樣攤在一個當眼的地方 就好像跟他們說 你來拿我吧!你來拿我吧! 果然 嘩嘩嘩!看不看得到啊? 一大一世,兩個人好有默契 女的先看著周圍,確保沒人了 就用眼神示意個男生,你還不動手? 這樣,郵包就被人輸走 兩個人再私自然離開 看怕他們都不是第一次犯案 雖然不知道兩個人的真正關係 但看他們的身體語言 就可能是一對母子 這些不就叫上糧不正下糧歪? 想不到一個閉路電視攝錄機 拍到的不只是賊仔 還有人生白態 三年前,住在紐芬蘭小鎮姓Anthony的Jennifer 將婚居丈夫重行受保險受益的人除名 兩個星期之後就有人跟證發 她在失蹤當晚去了婚居丈夫的家裡陪個女兒 第二天早上,她的手機、手袋和車還在 但她人就不見了 她婚居丈夫說在前妻失蹤當晚 她去了距離住所45分鐘車程的地方狩獵 她承認在當天晚上的確回來家裡 但就因為回來拿發狩獵用的鴨幽黎 對於前妻的失蹤就一無所知 王家奇警相信Jennifer在當晚8點失蹤 她是被人綁鑑和已經被殺害 但由於證據不忠 事發到現在已經三年還未破多案 奇警就拒絕就雲受保險一事作評論 只是說警方已經追查每一個線索 並相信有雲致情不報 Jennifer的女兒就說 她和媽媽的朋友都曾聽她說過 和丈夫分居擔心生命受到威脅 現在她公開這件事是希望有知情者 可以挺身而出向警方報料 溫哥華明天19日星期四的天氣預告 日間多雲有雨 早上吹東南風 下午近水地區風速每小時達50公里 氣溫最高8度 晚間大風有雨 最低只有7度 今日香港有巴士發生嚴重交通意外 造成至少6死39傷 事發的九巴當時緣份嶺公路 和上水方去行駛 洗字間鼓動懷疑撞損 巴士車身嚴重損毀 巴士乘客朱先生 事發時坐在巴士上層右排 坐在她左邊的女乘客是其中一個死者 事發之後 朱先生見到她被車椅砸著 沒有知覺 據聞她腸都掉出來 另外有兩個乘客被拋出車外 她懷疑外之後 上層車廂全車都是血 而她自己就猶疑軟骨斷了需要縫五針 她又說事發當時車速正常 視線很美 她說自己很幸運 要托迫東星巴黃神 而警方就說沒有接獲現場 有雪木影響行車的報告 初步調查相信 攝氏巴士是先撞到路邊的防災欄 之後再撞到防災欄外面的雪 趙氏司機也通過酒精測試 她現在涉及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死亡被捕 優品360在這幾個月被受針對 多家在香港的分店被破壞 不知是否這樣 打算在未來的金融中心澳門大幅發展 優品360澳門售間分店在昨天開業 根據澳門日報引述集團行政總裁許智群說 售間分店籌備租約半年 並說在未來三年入面 在澳門開設15至20間分店 當中阿倫家在籌備中 並預計是明年開業 她又說在澳門開店 與香港的租金水平相約 但當地工資就較香港高些 但都相信集團可以克服困難 她又說 100360除了澳門市場外 將來也會嘗試其他可愛市場 目前正在內地成立實體公司 期望在下一個財政年度 在內地開店 而集團在向內擴張的同時 長遠都看好香港市場的發展 現在看娛樂新聞 陳瑩最近要唯一一對動畫片配音 她說導演音點要升現公主 但就跟她平時的形狀很不同 我們看看究竟為什麼 也有的 因為難度就是自己本身聲線 和自己的Vocal和Facial Expression 的Range都不算是很大 所以要配卡通片 其實只是靠聲音 要做到那個Emotion出來 就難的 要想怎樣去做 例如開心的 你要聽到是真的很開心 或者到後面有一段戲是要哭的 是真的要哭 而觀眾聽到是要覺得傷感 這些位置都挺難的 自己在配上公主的時候 儘量用一個溫柔一點的聲音 就是 你如何溫柔一點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陳瑩 有沒有 還沒有 就是變得很漂亮的公主的時候 不是肥妹那時候 肥妹是用這個陳情聲的 因為導演說 讚我夠強壯 她覺得聽起來 她說真的挺像肥妹仔 你的聲音 我是因為是的 不要再說了 我就反過來 導演就是叫我做王子的時候 用類似平時的聲音 但是情深一點的 但是做青BB那隻小藝人的時候 就比起平時的hyper 高的Energy 用不需要變聲 好像用得很聰明 可能尖一點 Hello 大家好 我是Ian 這個就是青BB 現實生活中 你覺得自己是否公主王子 有沒有這個病 我先說 其實我很開心演到這個角色 因為自己小時候 每個女生都會有這個階段 就是很喜歡看公主的cartoon 會經常想 我是一個怎樣的公主 把整間屋子全部都是公主 自己都有這個階段 到長大了之後 就反而不覺得只是看樣子 從出道以來 特別是出寫真的時候 整個概念就是 我很想帶一個訊息給大家 就是不要只看身形 外貌 去判斷一個人 是不是漂亮 還有有沒有自信 所以我覺得這兩樣東西 合在一起 就是很完美 因為又可以完成到 我以前小時候很喜歡公主的一件事 也可以說我自己 對自己很親近的一個 topic 還有一個訊息 就是 女生不要只是覺得瘦 才是漂亮 這樣 現實生活中 我就不是王子 但我反而覺得自己 挺像青BB的小藝人 因為他身邊也是全部男生 對 他跟女生溝通的時候 又會比起跟男生相處 沒有那麼自在 沒有那麼自然 因為我都是男校長大的 還有我小時候也真的很肥 就是肥過他很多倍 所以我覺得自己有自信 你不是說我肥嗎 不是 我肥過他很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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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過他很多倍 你肥過他很多倍 我那時候矮過現在很多 小學那時候 但跟現在差不多重 所以 我好像小五六都已經八六七磅了 但是高會不會現在這麼高嗎 沒有啊 所以其實那時候真的很肥 我經常形容小學的自己 是又肥又白 好像想起魚魚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